2.5億的沒有收押 然後放他在外面一直跑 什麼叫做食指影響力 高宏安年沒有收押 林之廟也沒有收押 姚文科也沒有收押 都沒有啊 他說卸任的有影響力 那現任的呢 影響力不是更大 最正很明確的 這種還不用收押 現任的影響力會比卸任的小嗎 他所謂的共犯是已經在牢裡面積壓境界了 這個串供的機率還比較小吧 那另外一個姚文科 可以串供的共犯都還在外面趴趴躁 那為什麼他不用被擠壓 為什麼鄭文燦要 他們比較有政治影響力吧 司法的體制 就很難讓人民去信服啦 司法真的太慢了 就是太慢才會造成台灣現在亂象 真的很亂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的JQ民調 兩人都涉攤 鄭文燦收押 楊文科繼續跑行程 網友質疑司法雙標 你怎麼看呢 我們看他怎麼說 他跟鄭文燦那500萬 他是不是就要被收押 當然喔 2.5億的沒有收押 然後放他在外面一直跑 什麼叫做實質影響力 高鴻安年沒有收押 林之廟也沒有收押 楊文科也沒有收押 都沒有啊 我覺得差蠻多的 因為其實鄭文燦他是 他現在只是被收押 他還沒有被檢察官起訴 然後他就已經 要被抓出去了 而且他現在也根本就不是 縣市長的權利嘛 那楊文科他現在是新竹縣的縣長 他應該才是有實質的影響力 而且就是他是已經被前流官給起訴了 那罪證缺少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倉寶圖 就是2.51 那我覺得這個 他們都是限認的 可是他們就是還是到處趴趴趴 參加互動 然後就是 其實他們那個高鴻安不是注意都已經認罪了嗎 那其實 就是覺得說 那那個鄭文燦那個案子是憑什麼 就把他收押出來 就很莫名其妙 我是支持民進黨 但我不互斷 該辦就辦 真的該辦就辦 但楊文科的事情 談了那麼多 還不知道要去國安 是有一點不公平 真的 像有些民調他們說 民進黨支持度下降 是國民黨跟民眾黨支持度下降吧 民進黨沒有下降吧 那我今天剛好看到一個圖 就是 小屋見大屋 不公平啦 大一不公平啦 他說卸任的有影響力 那卸任的呢 影響力不是更大 鄭文燦五百萬 人家放在袋子 放在他家裡面 就跟以前那個 裝在茶葉館裡面 以未定的行賄 收賄的這個來收押 最正很明確的 這種還不用收押 現任的影響力會比 現任的小嗎 講不過去 茶葉館放一萬美金的 交通部長也被關起來 雲雲的蘇智芬也被 對啊那個也是啊 全部都是污衊的證據 要怒然於罪 就覺得很扯啊 就是為什麼 一樣都是 好他們一樣都講都有談完 那他們辦事情怎麼都 就是標準不一啊 一個就是非壓不可 一個就是 就讓他在外面亂跑嘛 因為鄭文燦那個案子是他 所謂的共犯是已經在 牢裡面積壓境界了 這個串供的機率還比較少吧 那另外一個姚文科 可以串供的共犯都還在外面 趴趴躁 那為什麼他不用被積壓 為什麼鄭文燦要 他們比較有政治影響力吧 他們說法官都是綠的 沒有沒有沒有這回事 他們是沒有這回事 今天如果是綠的 怎麼可能讓他們這樣子在外面 這樣逍遙自在 如果大法官是綠的 如果法院是綠的 那為什麼楊文科高雲安林志廟 都沒被擠壓呢 這對我們綠營的支持者來說 真的蠻不公平的 這整個司法的體制 就很難讓人民去信服啦 500萬的也沒有實質的證據啊 所以司法我覺得他是要再加油啦 我覺得司法真的太慢了 就是太慢才會造成台灣現在亂象 真的很亂 也沒有證據他也要先壓人啊 就是台灣已經算是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 但是因為司法改革這部分的話 其實還是有蠻多會需要去修正的地方 對但是我相信台灣才是一個 有司法制度在一個國家 要是不加強調的 就是這種多方法 我們來講解決真正的地方 我們來講解決真正的地方 你不可以用心來講解決真正的地方 我們來講解決真正的地方 我們來講解決真正的地方